大家好,我是天宝阁,欢迎观看一周头条 在安全的环境或是再好的发展形势 也要保持警惕,也要居安思危,不可以掉以轻心 所以本期主题还是围绕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星期一批准了意大利邮轮停靠新加坡 约2000人将登陆,精心增实力累计160 我对意大利的认识源于意大利足球队 它曾经承载了中国球迷的无数记忆和情怀 意大利现在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紧急状态 中国送来了口罩、心肺呼吸机以及专家团队 在口罩的包装箱上贴了一段古罗马思想家塞内卡的名言 单意是我们是同一片海的波浪 同一棵树的叶子,同一个花园的花 如果要翻译的有文化点应该是 而我想对意大利说的是将心底心 记得,疫情过后,把一家的练士防守传授给中国男族 礼上,我来嘛 星期二,新加坡哪来的麻木自信,又哪来的佛系成功 新加坡疫情控制到这种程度已经真的很不错了 打嘴胖没意思啊 现在最应该关心的是经济即将面临的大危机 特别是我们这种从事餐饮业旅游业的 家里要是没矿,真的快停不下去了 当然了,也不能把自己绷得太紧 偶尔也要放松一下 我就喜欢车老板不在 一个人去街角的那间也没啥人的咖啡馆 思考人生,憧憬未来,享受片刻的宁静 可是,就在昨天啊,咖啡馆老板跟我说 下个月这里就要结束营业了 因为生意不好没人 他非常纳闷的问我 天宝哥,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经常来这里呢 而且近期,几乎每天都来 我只是苦笑的笑 啥也没说,我心里想 这个时候,怎么再好意思告诉他 我就是喜欢这里没人才经常来的 星期三,新增12,累计178 空军三人感染,多个新冠病患 带病参加活动聚餐,新加坡出手了 他就不停转 还有聚餐的呢 真要是憋不住啊,就学学人家是怎么过的 你看看朋友圈,人家过得多丰富啊 有的数大米,有的数头饭 有的在自家里鱼缸钓鱼 有的在客厅里打鱼毛球 最重要的是要读读网上的标语 出来聚会是无耻之辈 一起打麻将的是亡命之徒 我去你家你紧张,你来我家我心慌 宁愿长点标,也不在外飘 长标是富态,乱飘是祸害 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友不聚 回头再续,最狠的是这个 今天到处串门,明天山上 见粉 星期四,新加坡总理发话 不封城不调高至红色警戒 新增酒力累计187 这年头,其实真不能盲目听从那些 所谓专家的建议 更不能照抄别人的作业 新加坡正是东西文化的汇聚 我们相信新加坡有智慧 有能力向全世界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星期五,新加坡防疫措施升级 这些欧洲国家游客禁止入境 全岛取消250人以上活动 我说新加坡开始出手了吧 措施升级了吧 还是那句话 同样一件事情就有着不同的领悟 就像有名的典故 瞎子打灯笼 如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 这是儒家 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 这是墨家 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就必须打灯笼 这是法家 如果他认为想打就打顺其自然 这是道家 如果他借此开示众生 这是佛家 如果他明明看得见却装侠 这是政治家 如果他是真侠 却打着灯笼给人引路 这肯定是某些 只手画脚的专家 星期六 黑衣人深夜 新加坡警港外 泼气游送火 歌兄自财 写ISIS恐怖组织标识 所以要适合警惕 新加坡一样有恐袭的风险存在 只不过咱们的安保座的比较到位 基本上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即使想搞事情 也掀不起多大的波澜 反恐现在是全球都要面对的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中国新加坡 不论大国小国甚至我的家 因为我的老婆 比恐怖分子还有恐怖 恐怖分子 最起码还可以谈判 可我老婆不可以 感谢观看一周头条 以上您看到听到的所有言论 属于天宝哥所扮演的天宝哥 与天宝哥本人立场无关 如有雷同怎么可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到处乱长门 明天山上 可我老婆不可以 可我老婆不可以